小熊穿着西衣服 大家好,我是山山九的 又一切老师 这一天呢 小熊穿着西衣服 来找小老虎玩耍 小老虎看到 小熊的西衣服 非常的搞笑 于是啊 小老虎大面嘲笑 小熊穿着这个衣服 非常的像个大胖子 小熊听了 非常的不高兴 也非常的难过 于是决定不理小老虎了 小老虎看到 小熊不理他了 非常的难过 闷闷不乐的回到家中 父母看到小老虎闷闷不乐 于是就问说 小老虎你怎么了 小老虎就把整个事情都经过 告诉了父母 父母听完小老虎说的话 之后呢 非常的批评小老虎 怎么可以那么说小熊呢 我们应该尊重小熊的品味 而不是一样的嘲笑哈 小老虎听完非常的惭愧 于是啊 到了第二天早上 小老虎特地跑去小熊家门口 跟他说声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么嘲笑你的 小熊听完非常的高兴 跟他和好啦 这个故事呢 告诉我们 我们要尊重他人的穿英品德 而不能用一样的眼光看他 更不能取笑他哦 好 他体~~~ 鹅